音樂小教室 嗨哈囉 歡迎收看音樂小教室第二集 上一次教了大家在如何開場之後 得到了非常熱烈的迴響 第二堂課終於出來啦 我知道大家都已經期待很久了 那麼我們馬上就來聊聊音色吧 上一次收到很多觀眾的發問 說他們不知道在唱歌的時候 要怎樣才能發出比較好聽的音色 那麼通常網路上的影片 都會跟你說要用肚子發聲 可是你看完了影片之後 真的能馬上學會用肚子發聲嗎 所以我想到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馬上讓你的音色變好聽喔 就是在唱歌的時候加入一些氣音 馬上就可以讓你的音色加分了 那我馬上就來為各位示範看看吧 我先示範一下如果你唱歌的時候 沒有用氣音的唱法 或許我沒資格說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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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知道我會願意的 再來會給你們帶來各位加入七音的唱法 或許我沒資格說什麼 但我知道我會願意的 我會慢慢的大平台 大平台 有很多人 我會慢慢的 家族 有很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